继续来关注钓鱼岛的局势 日本新首相安倍上台不到一个月 却在外交和军事领域动作频频 日本的王牌空降部队第一空艇团 今天举行了夺岛军演 第一空艇团被认为 日本应对钓鱼岛的主要两期作战部队 高调举行夺岛军演 耐人寻味 盘点最近日本政府的强硬姿态 新上任不久的首相安倍晋三 将把中日外交引向何方呢 日本时间上午8点30分 日本陆上自卫队第一空艇团 在千叶信席志野演习场 进行公开空降夺岛演习 约300名士兵和20架飞机参演 庶民侦察员将在模拟城岛屿的 演习场岸边降落 后续部队约40人 将在航空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的 掩护下空降 为了做好海上降落的准备 训练人员需在穿着救生衣后 准备步枪等武器 难度高于普通空降 第一空艇团是日本陆上自卫队 唯一的散将部队 号称王牌之师 他依靠空降手段 实施垂直机动作战 虽然日媒称是每年的例行训练 但过去演习的通常是敌后空降训练 今年则是以收复敌战离岛为假想 以前呢 因进行这方面的演习 遭到日本国内的一些反对 所以呢规模也不是很大 而且都是秘密进行的 他现在公开进行 应该来说从日本国内的一个 右倾化的一个转向 这个方面是一个很明显的表现 而且呢 他现在规模也越来越大 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去年的8月和9月 曾经两次与美国海军陆战队 举行过多道训练 实际上 日本所谓的西南诸岛的离岛防卫 主要是由驻长崎县佐世保的 西方普通科联队负责 但由于该部队是通过运输舰机动 因此 日媒称钓鱼岛局势一旦有变 能够空中机动的第一空艇团 最有可能扮演急先锋的角色 据报道 第一空艇团的部分士兵 举行与钓鱼岛相联系 第一空警团呢 还不是日本 第一个进行作战反应的部队 日本真正进行第一波攻击的 应该是他中央脊营部队 底下的一个中央脊营连队 整个的这些快速反应部队 都进行一个这方面的演习 说明日本在西南方向 包括是对钓鱼岛方向 它的一个作战准备是越来越加紧 而且力度也越来越大